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五场国战的话 由克罗志SJT猛回头 萧萍和他也不说话 提供的素材这里边是十分的感谢 那么开始的话 先看两局全雄武将的发挥吧 第一局这边女部邹市啊 张和月进行其实也不错了啊 女部邹市这样把邹市能带人四血武将啊 还可以 八号位 一号位的话上来 简易藤甲挂起 那么藤甲一挂 二张直接索尿 挂藤甲的话应该来三血飞胃吧 三血飞胃啊 那么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更加倾向于武将 到时候再判定三号位没有动 直接是挂上装备 弃了一张加一 摸牌阶段三血有毒条 那么 嘟嘟大师双头 对吧 徐楚裸依 然后当然残血蒙货都有 六号位是直接离线了一下 紧接着又随其后而来 那么我们上加这边已经开始开万剑了啊 可能飞武将 那么一个万剑的话 整体也没有带出一些节奏 这里直接跳飞武了 那么他这里这么直接明晃晃的硬刚的话 可能偏位啊 那么最后的话 顾正给我们下加 戏牌 那么注意下加这里 以一代劳都没有用啊 加上我们开始说他挂藤甲 可能还真就无将啊 那么三号位那边直接开了一个南蛮 炸出国家 我们肯定是直接出杀不动了 三号位是一个三血不卖的 最后还是吃桃 过 二张 女萌 那么二张 女萌 整个的嘲讽肯定是高高的 哈哈 上下果然 胃将 没有多大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 场上肯定是这胃将招嘲讽啊 暂时就看他们怎么撸 嗯 我 用背气 这个就 胃将 其实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没逃 足 对吧 这瞬间啊 胃将就被崩掉了 嗯 那么五号位勒布斯鼠 哎呦 过了 那么他的副将啊 刚才徐楚罗伊 当然还有张疗也有可能啊 那边指引是笔 看一下二号位副将 我们直接跳出来 最后的话顺手顺下架 谁能挡我 注意啊 周氏啊 这个是我的死鞋 今天记住了 那么直接一坑 坑到了五将 确实这个身份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这一个盲区就忙到了啊 应该来说还是赌赢了 那么直接把大乔一个琉璃带 带下去啊 应该整体还是很好的 那么后面的话 紧接着我们还有各种装备啊 可以坑他的 二号位继续没有动 三号位还是低调 那么现在整个下面肯定是打五将啊 无用置疑的 那么那边过个大乔 九路一刀 这个九路带出去 郭家没能死 还可以 依靠一记的话 继续刚一刚五将吧 那么五号位 就这样吧 来吧 一一代劳 徐楚啊 杀一刀 那么我们现在手上有个乐啊 暂时刚不了大乔 无将呢 还有一点点的小优势 大乔勒不思蜀 配二张的固阵啊 还是可以带一带的 无限刚出来 漂亮 装备 祸水 是清晨啊 对吧 清晨直接扒一下大乔 最后再一次火杀 刚一下孙奔啊 当然他这个 激扬在那边还可以 那么 强开一个万剑 但是这个万剑整体啊 应该来说优势不大 最后强行拆扇子 保自己了 因为毕竟周势在这边 还是比较淡沉的 二三位 二三位的话 这边九杀 强行钢二张 田锋 队友 跳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顺水推舟 无将肯定是占劣势 田锋虽然出来了 但是你比如说 那边郭家 蒙货 都不太好打田锋 二张强行跳出 三千拍一下啊 最后 刚到了自己队友 这个有点惨啊 最后教主吗 刚才有个判定图条的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了 最后的话 两个队友直接跪掉 但是也不影响大局面啊 反正还是无将继续做大 那么我们现在缺一把武器啊 大桥 列强 漂亮 可以 那么最后的话 续爆吧 反正也不能动 南蛮暂时肯定是不开的 那边阴魂 刚一波 阴姿 顺手 五六 乐出去啊 杀一道蒙货 这个时候杀蒙货 没有太大的作用了 他杀蒙货 不如杀我们周氏 蒙货再起在那边 你这杀出去 到时候还是白虾 三尖 钢国家 这个打的都有点问题啊 像这里三个人里面 还是以周氏为突破口 比较好一点 那么蒙货再起 对吧 你刚才那一刀就浪费嘛 那么最后这边五五一开 我们拿到决斗 决斗倒是可以先 一代牢 没有问题 决斗 谁能挡我 无双神迹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最后勒布斯鼠 继续可以续爆啊 当然南蛮 还是强行开了 这个南蛮 还是可以压抑啊 你这里 两桃一南一上 最后孙奔 这个阴魂给的好啊 强行送了一个装备 当然我们需要一张装备 去撸大桥暗将啊 这也是笔 最后 嘉义来了 直接一个火杀 无双神迹 他不可挡 那么这样的话 依靠了 清晨 带一波了 那么这局整体 我们的清晨发挥 就是在大桥身上啊 是吴国不能做大 血线 很快的就压下去了 那么最后在这边 拿到单挑之后 黄中 蒙霍 其实不好打啊 他列弓 你无双 这个平调 但是周时整体在这个回合外啊 在蒙霍的回合外基本没有作用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靠无双的输出了 杀一刀 过拆 续在手里好拼啊 这个不急于去用这张过拆 南蛮 杀的话 嘿嘿 断杀 一大牢 刷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啊 强行 过河拆桥来一发 刚才他是断杀的 那么这里的话 硬是啊 利用清晨 再次南蛮 钢他一血 那么蒙霍再起 再起的话 刚才这输出又是白瞎了啊 那我们这手里还有一个加 没用啊 其实黄中这个时候应该来说 敲牌啊 没有必要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加一 能放风筝 可以考虑敲牌 弄装备 但是你这个时候没有装备啊 对吧 你又没有加一风筝掉起来 那基本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的话还不如啊 刚才墙上了 你最后两个人就是拼手速啊 谁的杀更快啊 关键你蒙火还有优势 可以再起 那么这一个勒不素数啊 勒中对于局面还是有变化的 蒙火再起 那么他这一波运气不好 只能摸到一闪 只要我们能摸杀 那应该来说他可以狗带啊 那最后狗带啊 对吧 其实黄中刚才啊 就是你不如那个寒冰在 你肯定 换我我应该来说直接是掉血了 不会去扒牌的啊 好这是第一局的一个周氏啊 独身份忙大桥一个小收益 后面直接拿单挑 蒙火方面单挑啊 稍微有点问题 那我们来看第二局的一个 群雄的小发挥 这一局的话我们主视角是田峰加马老板啊 老板的话续报呗 一号位这是刚才没看清啊 是摸牌阶段读条吗 就是摸牌阶段读条 三血匠 那么大师啊 就能问老几个人 二号位顺手转阳 直接露八卦 这个有点开浪了 招仇恨呗 三号位火攻刚七位 桃子刚一响 那边杀一刀八卦判中 这里盲区啊 盲区 但是他本来就盲顺的 这有紧随其后盲区 反正可能有一个位将在里面 上加万剑直接打出来 可能非五 鼠辈盲僧 一波钢 增击 那么副将的话 摸牌阶段 可能是张瑶 徐楚 待会再看啊 那我们直接七个决斗 沙场淘七本牌防御 现在肯定是卫国做大 那边知己知彼 看一下三号位 最后还是不动啊 可能非位啊 如果 勒布斯鼠 断粮 南蛮 开出来 看我的 结果是小桥 刚才这里面一个位都没有啊 那么南蛮刚出去 扎出巨像 扎出小桥 一半降面都明了啊 张辽 突突突 底库 拿过来 突袭 最后的话 决斗 骚小桥 再杀一刀 助容 远郊进攻给出去 有勒布斯鼠在啊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真机这里的话 腾甲没有浪挂 再说啊 强尸 强尸 这么早出来 干嘛呢 当然出来也可以啊 出来的话就跟别人啊 明摆着一波 对吧 你们不要来刚我 不要浪费输出 可以哦 貂蝉出来之后 场面略为尴尬啊 三个女性武将 一个盲僧 这没法调戏啊 只能百合 没法啪啪啪 七号为挂戏闪电 这闪电的话 教主 教主四斜将 吕布 再说 正机判定并没有摸牌的 并没有改判的毒条 杯歌倒是有了 那么稍微控一下 冰凉控贝贝 现在肯定是硬刚未降 能输于人 这个南蛮想打工 想让别人给他打工啊 南蛮一开他收回去 不亏的 但是有一点 就是比如说张辽到时候 可能还会偷 还会偷 火攻 刚一下徐晃 环师彼身 现在是暗涛汹涌啊 但是不用担心 哪一国会做大 刚烈 没有问题 南蛮的话 想强行搜一下呗 那我们田锋直接跳出 但这个时候 刚烈 来吧 刚就刚你们自己人 田香很配合的谈一波 那我们还是收掉了 他们魏将啊 当然 魏将一跪之后 那我们群雄就瞬间 做老大了啊 这又反过来 要被反撸了 谁要为借刀都不用 张辽 偷群雄吗 有个南蛮啊 这个南蛮他肯定要打工的 祝荣啊 所以很开心的 这里他知道 明的给别人放一波 最后南蛮放出去 张辽还要再偷 最后结果还有个草红藏着 这个就尴尬了 那么 祝荣这一次南蛮是直接扔了啊 没有再去打工了 结果周泰又开一个南蛮 这一局南蛮整体放的有点多啊 哎 火攻吗 有一桃啊 我们又可以死见了 上一道周泰 然后不动 吃礼了 依然很尴尬的貂蝉啊 五号位火攻这个时候 已经不敢动了 吃桃最后的话杀一刀 中年逆耳啊 直接扒一桃 对吧 带张辽 死见的小发挥啊 能呼于人 勒不思索勒貂蝉 现在是贝贝跟小小直接绑定啊 最后是月音被杠了 那我们这里直接出杀 还有一闪在手里 最后2v2的格局其实不好打啊 注意这里不好打啊 贝贝在这个时候啊 好的 这个时候死见就发挥出来了 本来我刚才就是想说啊 贝贝祝容这个配合 肯定跟小小打南蛮的主意 对吧 南蛮循环往复 那么这一次再一次中野逆耳 那么排用光 肯定是这个时候 不开更待何时啊 肯定是补自己 主要啊 是要补给自己的防御 其次来了一个万剑 那就顺势带走了刘备了 那么最后在这里的话 直接2v1应该来说啊 还是可以刚的啊 无限 小小只要进入了不去啊 那基本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一局啊 我们的田风死剑的一个小花会啊 整体还是不错的 跟上一局清晨的发挥 全熊难得的这两个技能的一些 打出了效果啊 打出了一些不错的效果 那么最后竟然啊 这僵尸硬钢了 还硬钢了两分钟 女儿啊 那么这个时候死剑 杖八配死剑啊 好评 对吧 你有腾甲 不好意思啊 钢的就是你 各种八拍啊 所以的话 死剑这一局 真的是发挥年好啊 好 前两局全熊的一个技能小发挥 就这样了 我们后面来看看装身份的局啊 先看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是玩杀萌啊 傻萌 傻萌那我在这边 当然客级不太好打 玩杀都是很轻松 客级就有点难 那么一号位直接装上情形弓 不动 下家的话 八挂 气牌 三号位 菜菜 简一 灌石挂起 最后的话选择杀七号位 冰凉寸断 空一下下下 这也是打得够浪 反正知道他有杯哥 一般人也不动他啊 五封灯 开一个 我们直接拿一个加一码 没有问题 反正扣起来呗 最后加一挂起 加一挂起 七个火光 七个乐 可以啊 过拆顺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先低调 六号位 知己知彼 看了八号位 那么注意啊 这里八号位 应该来说 可能非全啊 如果是全的话 六号位 可能会考虑 去过拆一下 对吧 七号位 这里还盲顺一个 没有装备的玩家 这边去盲具一个 可能 可能偏卫群啊 可能偏卫群 但是刚才六号位 看了他之后 过拆都没有动 反正 不太像 卫武啊 不太像鼠武 对吧 太浪了 七号位 也在浪了一波 盲顺的 可能也偏群雄 那这里二号位 是直接起了沙闪 云鸟进攻 给一波 接到杀人 撸真机 那么现在 没有杀 没有杀 四号位不动 我们这边的话 三斤 过拆 来一放 最后也就这样 拆了一个距离啊 空一下自己 六号位 强行开了一个万剑 不太像队友 罗瓦生成 现在整体的话 应该来说 就是靠打真机 摸牌阶段 有个读条 四斤将摸牌 开始还浪 又是一个不卖的 鼠卧当然是萌货 其他 徐楚 张辽 四血将 但是他也没有过分的动啊 南蛮刚一下 看一看二号位 二号位这里还是猥琐了 那么三号位不动 四号位的话 桃子吃起来 我们这边应该来说 磕桃就行了 现在基本就是猥琐一波啊 没有其他的大动作啊 还是摸牌都跳 群雄 那么群雄副将的话 有可能就是双头了啊 手牵退之间 手牵退之间 那边继续刚六 那这样的话 可能还真是群雄啊 飞位偏全一点 现在这个局面的感觉啊 这都比较浪 那这边又去刚位 那么有可能一个 群雄大抱团在这边 但是七号位副将是双头 基本应该来说 没有多大的发挥了啊 那么四号位看一看怎么打 那么这个时候啊 其实按一下门啊 可以考虑考虑空一空 这边的八号位 二号位 像七号位啊 可以明着去刚一刚啊 那我们最后选择了 怒拆一波菜文鸡 九杀强上庞德 一个九 最后的话 过命凶 那么这一波玩杀 带了一个庞德 还不错啊 还不错 至少把群雄不会做太大 六号位那边 八号位继续刚位 那么这个时候啊 刚才啊 就是比较偏群雄 现在还在刚位 我们看吧 南门开出来 掉血 九杀强路一波 与他一搏吧 二号位猜猜看 桃园开出来了 这个桃园 整体就是给群雄回血的啊 二三五八回血的 二三五八 对吧 最后四号位 这边还是不动 我们继续猥琐呗 下加 现在的话 可能还是要靠AOE 开一开啊 那边继续刚位 飘扬兮 若留风之回血 那么现在如果是我们队友的话 其实也可以这么打啊 毕竟场上一拳一无 但是这边还有一拳啊 看一看 去虎吐囊之际 杀一刀 针鸡 一波洁命 带出来 受牵退之急 杀一刀大鸡鸡 我们这边的话不救了 爱咋地咋地 成不得不死 不得不死 三号位不动 四号位南蛮开出来了 想带八号位啊 那么待会注意啊 八号位求陶 我们这边陶子一救啊 应该来说直接判定他拳凶 想收一波人头 因为并且收了他一排 两仗啊 两仗 你自己写信啊 那么绝斗 大家注意 这里八号位 其实一开始打得比较浪啊 装的身份 那么其实刚才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啊 这里当然啊 需要主视角打的问题 倒不是特别大 因为毕竟从一开始 他各种行动 然后又对真鸡的这种强力火攻啊 在两圈的情况下 他还是强力火攻 所以应该来说 他群雄身份性比较大 最后忙去一波 忙到了队友比较尴尬了 但是还好啊 还好 现在我们四血 应该来说血性有优势吧 点为强行吃菜一波 这个有点浪啊 当然他吃菜 想的是拿到最后的决赛圈吧 我们一闪一逃 基本防御还可以 最后的话 就是一个四人决赛圈了 那边二号位 可能还有一个全熊 对吧 就在拿最后一辆吧 当然他这里顺手转扬 飞卫是明的 他从开始就在打卫将 杀一刀 最后啊 最后这两个队友藏的 先是装身份 装偏群雄啊 也不能来说完全装 对吧 他们打卫国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应该来说 有点偏群 结果最后啊 都是两个无将 有点666了 那么大家回顾一下 刚才其实他那个桃圆开的时候啊 有点骗全熊 因为二三八回血嘛 他这里的话 本身从我们的角度看 就是给全熊队友回血 最后呢 其实一看 258呀 对吧 刚才是258 也给我们回血了 所以最后的话 他这个藏的应该比较赞吧 藏到最后 剩下一个小新boss 那么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咯 主要这局我们总是叫 打的问题不大 打的问题不大 主要是那边 队友太高端了 没有响应过来 最后这边 忌杀 忌杀铁锁又三间 最后一个男蛮可以直接带 当然主将的话 会不会是旁统呢 男蛮没有浪开啊 不着急 最后还是投降了 就是旁统 但是他 这边的话 也没有多大希望啊 好 下一局 这里最后的话 电脑有点卡了啊 好 最后的话 我们这里来看一看啊 不是最后 这倒入第二局 一个装身份 上来 身份又跳浪 跟上一局有点类似啊 这武将都赶了 那副将可能是僵尸之类的 毕竟 当然开局直接 刚到了曹批 然后各种翻面放逐 二号位挂上腾甲看戏 我们是知识比 也看一下远位 六号位香香 那么这样的话 直接反正你无国做大嘛 那我就强行开啊 翻了我们 那么这个时候来 来连弩了啊 有桃 放着去 那么现在这一波 直接炸出了两屋 两位 他们可以护刚啊 那我们最后是选择了 气牌 猥琐一波啊 全熊当然我们甲鱼也出来了 但是暂时他应该嘲讽不高 那边位无私逼 我们就可以刚刚刚了啊 刚才一桃是旧的曹批 貌似是装位的啊 当然现在肯定是 卫国招嘲讽 顺手 录一下八卦 这肯定 应该不会 不会是卫国 无将的话 难说 上不到我 难门 吃一个桃 扔个杀啊 曹平 继续放逐 强行钢 再吃桃 最后 嘿嘿 那么现在应该来说 我们这作为群雄很开心啊 甲鱼拿着八牌 然后满血状态 我们三号卫这边呢 也没有受到伤害 最惨的应该来说是 卫将跟无将啊 两家在撕V 我们刚才一个神陶 就让他们死得很嗨 但是现在卫将的话 撕曹平不是特别好 对吧 放逐控场 很淡疼 曹操应该比撕曹平 更加爽一点 最后这边倒是挺有趣啊 张飞开撕 这还是兄弟俩 关张强撕了啊 那这样撕一波的话 反正啊 是坑无畏啊 坑无畏 你要么谈畏将 要么谈别的 对吧 最后这边啊 张飞你要撕 蔡文姬就说不下去了啊 这里当然关张啊 不太看得懂 魏国这么做大 他竟然还强去撕甲鱼 对吧 当然他不想让甲鱼过分做大了 最后测瓷大组合啊 奔驰组合 奔驰跑车开起来 一刷二 三尖带出去 可以 最后还给我们一张 当然这一张啊 不是特别关键 没啥用 没啥软用啊 现在要的就是他们 无畏撕逼啊 去钢 那么大离子这里的话 最后残血 马超也出来了 紧随其后 那这样的话 你这反正我们满血 他不来钢啊 他肯定是要去钢卫将或者无将啊 那么最后这边选择了空一下马超 毕竟你 两属吗 两位 我作为一个暗卫的话 也可以打你 没有问题 张飞带走 桃子骗掉 好皮 最后我们这里 震毒 想了想 还是暗了下去 当然马超才出了一桃 救了一下 对吧 所以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 九杀 强行钢菜菜啊 这个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里呢 张飞的想法啊 比较独特啊 他这么去硬钢菜菜 可能就是为了 把自己钢掉之后 让大离子去打工 强行攻卫 不管了 不管他是什么想法啊 反正你要狗呆 马超最终是 没有必要久了 对吧 可以放弃 曹平 足 好平 好平啊 你看我们这就是 按着利用各种打工 最后这个桃园开的 就差评了啊 没啥意思了 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桃园的话 我们应该很开心的 强杀我们按一下 嘿嘿 没能中 过河拆桥 拆加一 那么这里的话 直接弃牌了 反正也没法动 这样的话就是 依靠曹老板 带一部大叔叔 刚刚大离子啊 刚刚马超啊 都可以的 但是蔡文姬这边啊 就比较尴尬 也可以啊 何距于天下 一烧二 有闪 最后马超 我们可以出来了 当然死剑 射击死剑还不好 要亮出来才能用死剑啊 全军都记忆 决斗 烧一下 最后不好意思 这一局整体感觉很和平啊 对吧 就是开局的一个头 一个头啊 霍尔曼他家的身份 炸出了两位两无 瞬间的话 一个位将 那么他们那边 那边就是腾不住手来 搞你一个暗将 也就最后马超 下一来刚了一刚 那么应该来说 整体比较轻松了 整体比较轻松 就是雇了一大帮打工仔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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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一局 应该来说是 鱼无声中听惊雷的这种局啊 看似不起 其实有点心机玩得很 这个太慢了 这个好卡 我们再来看下一局吧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话是一个位将啊 最后选了是司马迦 司马迦的话整体应该来说 属于小心boss了 看一看啊 那边一号位 忙拆一下五号位 有队友的风范 结果呢 下架大队就开始射了 那我们直接能闪先闪一波啊 来真正法器 最后的话 手练拿七张牌到手 桃子扔出去 那我们国家肯定是 注意点 然后一击卖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队肯定是没有很好的发挥了 有一闪 最后还是可以再卖 对吧 所以的话 他就是见好就收了 国柴桥 飞群 那么飞群四血不卖 场上一鼠一位 一群 队友 巨手 但是曹人这个巨手的话 最后他结束完还有毒条 可能会有 效果 对吧 一号位吗 一号位毕竟是开 开局盲居的啊 那我们万箭再装出去 只是比重铸了啊 都没有动 然后强开 三血不卖的 对吧 反正这个命中概率比较低啊 那么 就命中队友的概率比较低 以一代劳开一波 过拆赵云 最后顺手 卢一张 可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最后再来一个活攻 还是打你三血不卖 但人家那边已经是 桃子捞起 整体现在 场上状态 应该来说 我们是最好的啊 从手排 一闪一桃 一无蟹 啥都有 关于是关张吗 直接顺手下家 卢队友 并没有啊 把号为大桥 且慢 大桥的话 制衡 果色贴出来 撕哪面 结没有乐啊 贝贝 结果最后还是 那么刚才曹仁 难道 还有个主将是曹红 对吧 刚才他那个 翻面完之后 还有个堵条啊 连弩再凸起来 猎刃啊 拼点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选择了直接 这个没有问题的 乐布叔肯定可以审 对吧 桃子反正天怒拿回来 决斗 烧一下大桥 鼠江现在是选择了简化局势 刚走无将 最后这边的话 再刚曹人 来真正发气 那么果然曹红吧 那我们这里的话 最后是 不就队友了 强行 那个一波 强行送队友一波 然后的话 硬刚刚的EV3 刘备有机会啊 形成突破 久杀 只要不断杀就行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求两桃 应该来说 这个还是可以带走的 最终还是带走 那么这样 虽然EV3啊 但是已经有一个 残局的贝贝 那么最后EV2 整体应该来说 也不难打 黄忠在这边 一记反馈 都很叹疼 对吧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这边 还有个闪电挂起啊 二爷 二爷这个时候 不应该来录八卦啊 现在对面 蜀国应该是 以不变 应万变 以防守为主 整体就是乃自己的装备 南蛮直接出杀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这里闪电要炸到自己了 最后火攻 暂时啊 留着一张黑酒 来吧 天命之子 啪啪啪 所以的话 最后这个EV3 鼠卧啊 扎鼠 很好打 对吧 整体比较轻松吧 所以卫一下啊 不爆端的时候 面对这种boss 对面你虽然人数算多 但是你的技能渣渣啊 没有办法 二爷附加还藏一个啊 旁统的话也不虚啊 旁统我们也不怕 两个人就是忽养木牌 谁也不打谁 那你刚才那个八卦 就不应该刚啊 顺手 万剑 他要续爆 他那个万剑 肯定是开不出来啊 整体应该来说 二爷没有什么优势啊 我们这就八倍速 强行打了 好几分钟啊 可以投降了 其实他 如果面对一般的武将 可能你拼一拼什么闪定啊 还能有点怨气 但是这个时候 早晚要还的 没有办法了 你对面基本 现在还被我们放风着 只能投降 最后一局 这一局就比较轻松了 一般般吧 好 那么今天的国战就到这里 最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